FPS 即時的人臉定位與追蹤系統 那各位名人大家好 今天主要項號的主題是 FPS 即時的人臉定位與追蹤系統 就是將影像處理的 人臉整測技術與追蹤技術 用數位電路的方式呈現 所以以下的時候講到 我們全部都是用數位電路的方式 所以我們沒有用 就是 SOPC 的方式 所以它非常精神硬體的資源 我會說你燒新的一顆 Money CPU 進去 就耗費很多資源掉 好 首先是我的Outline 我先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使用硬體做實作這個系統 和其他的系統做比較 然後呢 會介紹一下我們所使用的人臉偵測的演算法 還有實際硬體的架構 最後是實驗結果 還有我們參考的路線 大多數的人臉偵測系統 開發就是基於在個人電腦上 或者是遷入系統上 然而個人電腦上 所開發的就是 會體積相當的龐大 而且不能攜帶 不便於攜帶 而且它非常的耗電 然後如果是開發在遷入系統上的話呢 它CPU本身就是 沒有像PC上面這麼的順暢 因為它時脈沒有那麼高 所以呢 我們需要降低它的成本 體積還有耗電量 我們就以FPGA的方式實現 最後我們主要整個系統呢 我們是將人臉定位出 它在螢幕中所在的位置 並透過RS232與攝影機溝通 最後傳送一個座標石給攝影機 然後攝影機就會進行旋轉 將人臉定位到畫面正中央 然後如果人偵測到持續三秒的話 它就進行錄音 然後錄音之後呢 再會透過另外一組我們所 使用的RS232在於電腦的溝通 然後對電腦下達拍照的事情 就會將人的臉部照片 特寫照片存檔在電腦裡面 以便日後可能也許要見資料 或者是像保全系統任何的人員出入 我們都可以調資料出來看 然後這是我們發展環境 我們是使用D270特派發展板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是用接攝影機 然後我們攝影機是S端子的方式 傳送影像 然後我們利用分接頭 一邊分給電腦 然後一邊分給FG的板子 所以我們任何處理 電腦方面只負責存影像 它沒有參與任何內部的處理程序 我們是存用FG影體的方式呈現 然後我們也用一組GPI 我們用一組一組 另外一組S230 因為它本身板子上就是內建一組 好,這是我們整體的Flow chart 然後我首先要介紹的是 上半部是人臉偵測的系統 然後下半部是追蹤的系統 首先我要先介紹人臉偵測的系統 好,我們原始的影像 像經過Decode解碼之後 我們得到的是 YCBCR影像的422格式 但是因為我們影像處理方面 我們需要比較多的細節 所以422格式可能對我們處理上 會造成一些資料的loss 還有不夠detail 所以我們將它轉換為444格式 422的值的是YCBCR Y的值佔四等份 然後兩等份、兩等份這樣的分布 然後444就是一樣都是四等份 這樣會比較平均 資料上就是會比較相近一點 不會有顏色上的loss 好,然後由於NTSC的特色就是 掃描線是交錯的 它是由基數碼、毫數碼一直交錯的掃描 所以我們還需要自行製作一個解交錯的電路 然後將解完交錯的影像傳入sdram中 進行解碼 最後我們再輸出到VGA上面 然後這樣子才可以正確的取得影像 並正確的輸出給使用者看 對 好,然後由於我們剛剛 攝影機進來的影像是比較大 它是640x480的大小 然後基於影像處理的一些複雜性 我們知道如果我們圖片的大小越大 它相對處理的複雜性就會越高 運算量就會更大 然後我們的系統呢 是可以在比較低的解析度上 就可以呈現它的功能 所以我以為降低它的複雜 是它的支援消耗量 我們採個點取樣 降低它的圖形大小 由640x480 降低到4x1的量 好,那再來是主要我 人臉辨識的主要演算法 首先我們第一路就是膚色的偵測 然後膚色的偵測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右邊是YCBCR色彩系統的平面圖 然後左邊是RGB色彩平面圖 我們知道YCBCR對於顏色光亮 光對顏色的亮度它 比較沒有這麼大的敏感性 所以我們是以YCBCR為主 然後用RGB為服 因為RGB它較容易受光線的影響 我們不希望說系統可能 在不一樣的光線下 可能完全無法預作了 然後後續我們膚色偵測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人臉的圖像 但是旁邊例如說有一些東西 也會有一些輸射成分在 那當然它都非常的微小 所以我們之後幾次圖像型態學的輕實和膨脹 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一張很完整的人臉 然後後續呢 我們需要將我們的人臉呢 做一個標籤化的動作 標籤化的動作就是說 我們將聚集在一起的像素點連接在一起 讓我們的FPG能知道它是統一在一起的一個單元 他們是一個同樣的一個區塊的意思 例如說我們人臉辨識出來 因為人的手臂和頭在這裡 它會膚色偵測就會找到人的手臂和頭 同時存在 那我們就透過標籤的方法 將它標為兩大區塊 可以看到顏色不一樣 就代表這是它找到第一個單元 第二個單元 用顏色不同表示它找到不同 像這邊也有人的臉在這邊 然後標示出來對不對 然後像是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因為我們找到人的臉之後呢 其實光手臂 還有其他皮膚色的東西 我們如果只應用膚色來呈測的話 其實手臂那些也會一併被無判進去 所以我們要加入一些臉部的輪廓細節 那我們手臂、腳還有臉唯一的差別 就是在於我們的邊緣上 邊緣指的就是我們臉上五官 然後我們顏色造成的落差 例如說我們皮膚色進到眉毛的時候 會是有一段黑色的 那叫邊緣 所以呢我們利用邊緣偵測的話 檢測人臉上的細節 才不會把手臂和腳一併 誤判進去 然後我們使用的是 Local Binary Pattern 我們檢測了LBP的方式 因為它在不同的光亮環境下 它找到的人臉的邊緣特徵 都算是蠻不錯的效果 所以我們使用這個方式 然後後續呢我們還有嘴唇的偵測 因為五官偵測完之後 我們再加上嘴唇 如果嘴唇也是存在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判定 這個區塊絕對是一個人臉的存在 對 然後我們呢 嘴唇的判定呢 我們是用RGB色彩裡面的R和G的比值 做一個比較 然後我們是以2.5到7之間 作為一個判定 如果它在藉這個範圍裡面 我們就檢測說 它是嘴唇的存在 好 最後呢我們要將我們說 影像處理後的資料呢 做一個統整 像是一個投票的系統 讓它能知道說 例如說它在邊緣上找到不錯分數 但它在嘴唇上幾乎完全沒有找到 那我們就認定說它就不是一個嘴唇 所以我們是用and的方式 當我們整個框 我們所用標籤畫標籤的像素點中 它總共佔了多少的邊緣存在 我們預計是要小於3個百分比 要找到 但是不能大於3個百分比 因為大於3個百分比 代表說它存在了過多的邊緣 有可能是一些箱子啊什麼的 上面寫著文字 所以會有非常多的邊緣存在 那嘴唇 因為我們人的嘴唇 只在臉上的非常小部分 所以也是要小於3個百分點的存在 然後最後我們用and的方式 兩個同時成立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說它是一個人臉的存在 所以這邊是我的人臉偵測的方式 然後這一個是我們的硬體加工 可以看到上述的剛剛的YCVCR的轉換 然後還有輻射偵測 標籤畫 通常都是在這邊 然後再來是我的追蹤系統 在下半部這邊 然後它主要是透過RS23的方式跟攝影機溝通 當上述的人臉完成偵測之後 我們會在電腦上計算它的直行坐標 然後將直行坐標 以RS23的方式傳送給PTC攝影機 然後攝影機就會 其實攝影機不是自動轉 也是我們對它下達的時候要轉多少 所以坐標的轉換也是由我們這邊負責運算完成 然後當人臉靜止於畫面的中心的時候 3秒後攝影機就會進行特寫截取的動作 然後透過電腦 再用另外一組RS23的對電腦下達命令 然後讓電腦對圖片做存檔 然後存檔完之後 我們後續就可以做 在PTC上面可以做更術雜的運算 例如說人臉辨識 會知道它是誰 或者是建立資料庫 好 然後呢 因為我們想要試試看 它FPGA跟軟體上跑的差別到底差什麼 所以我們用一模一樣的演算法 這是一模一樣的演算法 然後我們寫在PTC上面 用模擬的方式來試試看 PC上能表現到什麼樣的程度 然後可以看到 我們總共輸入了447張照片 然後呢 總共有418張是存在人臉的 我們所偵測到有人臉的是397張人臉 所以我們的偵測率有到95%左右 然後但是可以看到很明顯 它的FPS只有4.08張 如果我們以一般來講的話 DPT的畫質大概是30FPS 然後VCD大概是15FPS 然後剛低於15FPS的時候 人就會開始明顯的感到畫面中的影像會停頓 或者甚至是讓有不等待的感覺 不順暢 然後以下我們用也是把演算法實現在FPGA上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找到非常大的FPS速度 高達31.86FPS 所以算是可以讓影像非常即時的被處理 可以作為一個前置影像的處理 例如說我們用PC或者前置系統 可能一開始要做一個人機互動的時候 常常因為前置處理 光要找到人臉所在的區域 或者是要做一些影像的先優化 可能已經耗用了非常多的時間 讓整個系統呈現上面就非常的delay 那如果我們用FPGA做一個軟硬體整合前置處理 讓它可以即時的把影像前置處理完 然後再傳到PC端或者是前入式系統端 那就可以增快整體加速度 然後這邊是我的整個硬體的消耗量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總共用到ROGERMAN 大概就四分之一而已 因為我們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鍵是使用完全的硬體方式下去處理 所以我們沒有鍵SOP 可以省掉非常多的資源 最後我們的結論是 我們整個系統總共使用的 總共是16770個ROGERMAN 它的即時處理速度 可以達到即時的每秒30fps 然後根據我們實驗顯示 我們人臉偵測系統 是一個穩固且低成本 因為我們維持高偵測率的一個可靠系統 然後PTT攝影機可以非常有效率的 將最終的人臉移動 然後並且偵測到人臉在畫面中的位置 然後最後是我的REFERENCE 謝謝雅雅 謝謝雅雅